哈囉大家好我是征戰學習顧問的曉飛老師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就是要來幫大家了解一下 在職專班一般生在職組以及一般研究所的比較 好在影片開始之前還是要提醒大家記得要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們征戰的YouTube頻道才不會錯過最新的資訊喔 好那首先我們先來看到最常見的三個在職進修的管道 好那我們第一個的話呢就是研究所的在職組 在各個學校的簡章通常會另外列出在職生的人數 那通常會錄取二到五名左右的在職生 提供給已經有一兩年經驗的工作者回學校再來就讀的機會 話雖如此但並不是每一個研究所都有在職組 這個部分的話呢同學還是要注意一下各個學校的簡章 那同學必須注意一下這邊的在職指的是報考資格 你需要取得兩年的在職證明以證明你的工作經驗 那另外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在職專班 他的話呢就是專門為在職人士所開的研究所 因此你可以利用你的工作資訊上課 那主要的上課時間的話呢就是會在一到五的晚上 以及週六週日的整天 因此在職專班你不需要辭掉你原本的工作 另外報考資格的話呢也會比較簡單 他的話呢也是需要你大概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 取得你的在職證明代表你有這個資格 好那再來第三個的話呢就是同學可能有聽過的EMBA 那他全名的話呢是高階管理碩士學位班 主要的對象呢就像是他的名稱一樣 為的是高階主管經理人設計的在職專班 那通常的話呢都是有企業的高級幹部 總經理老闆等等的職位呢才能夠錄取 因此你報考的工作年資呢也就會比較高了 他通常的話呢就會需要有五到十年的工作年資 好那在職專班跟研究所的在職組他差在哪裡呢 那他們第一個差異的話呢就會在的是名額 那在職組的話呢他通常名額有限 像是113年台灣大學的在職專班當中 土木工程學系技術組他就開放了八個名額 那管理組的話呢則是有16個名額 好那再來的話呢是上課時間 同學不要誤會在職組的同學的話呢 就會有假日的上課時間 那他們的話呢其實是比照我們的日碩生 一樣的話是在平日上課 不過在職專班同學的上課時間呢就會像剛剛說的 在一到五的晚上還有周六周日 因此在職專班你不用持續工作 上班與上課的時間是分開的 而研究所在職組的同學就合一般生的上課時間是一樣 就會在平日的白天上課 因此如果你是想要報考在職組的同學 你就必須持續工作專心的上課 再來的話呢也是學分費有不一樣 研究所在職組的同學學分費的話大概會落在1000到8000元不等 那如果是在職專班的話呢學分費就會落在3500到15000元不等 目前大部分的研究所不像是你大學 繳一筆學費呢你就可以學分修道保 研究所的學分的話呢是每一個學分他都會需要繳學分費的 所以在經濟考量的部分也是同學需要去思考的 那再來的話呢就會是修業規定 部分系所在職專班的修業條件它會比較低 例如像是台師大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的碩士班 一般日碩生的話修業規定的話是你必須要有兩篇論文的發表 而在職專班的話呢僅需一篇論文的發表 所以在要求上部分系所可能也會有些不同 那如何判斷自己是適合升學還是就業之後再來進修呢 那同學就要思考一下你去升學還有就業的一些原因 那像是第一個很多同學會在意的是社會新鮮人起薪的差異 你原先的系所碩士班跟學士班畢業的同學起薪會有很大的差異的話呢 那你可能就會比較適合先去進修碩士班再來就業 像是在人力銀行的資訊 資工系的學士班起薪的話呢會是43000 如果是碩士班的話呢起薪就會是62000 這個差距上呢還是會蠻大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確定資工是你的興趣所在 那你就可以先去碩士班進行進修再進入職場 好那再來第二個呢就是你大學就讀的科系是不是符合你的期望 如果說你對於你現在就讀的科系還有些茫然 不太確定現在的科系是不是你所喜歡的 那還是建議同學可以先進入職場 了解到你這個職場是不是真的是你的薪資所向 如果說你已經很確定你接下來的興趣方向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去就讀碩士班取得你更好的學歷 好那再來第三個就是你出社會才發現到你缺少的技能是什麼 像有些同學他可能先出社會 在職場上歷練過後 才發現自己好像缺少了一些理論上的經驗 那像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再回到學校 進修你這方面的專業 因此如果你是對於自己的科系不滿意 但是已經確定興趣的同學 那你就可以繼續就讀研究所 以取得你更滿意的學歷 但是啊如果說你是對於自己的興趣還有迷惘 研究所跟大學不一樣 研究所不再是我們探索的階段 而是針對特定的領域要學有專精 所以不要再把研究所當成是逃避 或者是興趣探索的手段 因為這樣碩士班讀不完的人大有人在 所以千萬不要把青春這樣浪費掉喔 那建議這樣子的同學先進入職場 找到方向 覺得學有不足再回來就讀碩士 現在其實也蠻多這樣已經工作一兩年的年輕工作者 再回來就讀碩士班進行進修 這樣你會發現 其實你在進行論文時 會比其他直接讀碩士班的同學有資源以及方向 這也不時是一件好事情喔 那像已經就業的同學可能會有疑問 我是要報考在職專班還是研究所的在職組呢 那我們首先的話呢 先要釐清重返校園提升學歷的目的 那像有些人的話呢 可能是會想要擴展人際關係 視野以及思維 那像是在職專班的同學 你的同學很多的話呢 可能會是其他的管理者 那在跟他們互動的同時 你也可以提升你自己的管理思維 還有其他管理上的視野 以及瞭解其他公司的企業文化 以及面對一些問題的解決方式 那如果你是想要鞏固你原有的 專業知識技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會建議你報考研究所 因為這樣子你會比較有時間 專注的撰寫你的論文 還有上課 會比兼顧著工作有更好的學習品質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考量可否掌握經濟 學業還有工作的平衡 在職專班的學生 相較於研究所在職組的同學 會需要有更多的專注 因為你們還要同時兼顧工作 學業還有經濟 這也是許多同學最後堅持不下來的原因 那很多同學的話呢 可能會考量到經濟的問題 因為這代表你要持續掉現在的工作 那你就會有兩到三年 是要專注在學業上面 那你只有部分的時間可能可以去兼職 所以呢你就要考慮到你日常生活的支出 能不能夠負擔 好那感謝大家看到影片的最後 不知道大家對於在職班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呢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那小月老師會幫大家解答喔 那提醒大家我們這邊呢 還有辦了兩場在職專班的免費講座 那第一個是在職專班如何選擇及分析 那另外一個是在職專班面試的準備 那有些同學都可以在下方資訊欄點擊報名喔 那最後還要告訴大家 小月老師還會再拍一個在職專班的完整Q&A 裡面會有提到一些在職專班的報考迷思 還有數據以及報考的時程 那同學這邊的話呢 都記得要訂閱我們徵戰學習顧問的頻道 才可以掌握最新的資訊喔 最後祝福各位同學愛你所選選你所愛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